一个小孩立间房 科学领域颇有成就的赵二狗是家中独子 只有孤独的大猫咪陪着她 他们受单位准判 出差银河系外的仙女座 找到了一颗白矮星挖矿 机缘巧合之下闯进了八五十米 一不小心掉进蠢洞 穿越了三十年前 还好有一吨的白矮星矿石 跟着穿越到了她小时候家图四壁的家 穷惯了的爸妈看到了 开心的手舞之道 这下终于发展了 谁知年轻的爸妈整天不做事 每天在家做 可父母太卖力生了一亿胞胎 这么大一点的房子咋住呀 土豪土豪的赵二狗 于是这样改 一 找二舅妈借起身工资缸 再找二舅妈借起身工管落支架 水泥沙浆浇灌耐用一万年 二 四周靠墙隔成一亿个独立的床位 开个半挂车到二表个家 借一亿个松软床垫就是床 靠墙贴软包 孩子睡觉的还舒服 记得装上爬梯和防护栏杆 孩子睡觉方便又安全 再到二舅妈家把能借的都借一遍 装饰墙 隔墙 旁边装上栏杆 保护孩子快乐的成长 再去二表个家搬几个空调 住在里面更舒服 一定要在门口挂上孩子的名字 孩子太多真的容易叫错 再把顶上喷黑 装个太阳人灶灯 再顶上照亮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装上楼梯 上面就是孩子们的休息区 三 不装这种 孩子太多 门口容易被夹脑袋 不如改成卷扎门 四 左边靠墙做个收纳柜 生活用途归类化 全场必须整齐划衣 再厚着脸皮到二舅妈家 借起了他不要的书架 收纳的书籍堪比唐金格 说不定其中一个孩子就是扫地森 摆上桌椅 孩子们学习效率直线上升 中间戏地台 最尊敬的孔夫子雕塑放上面 孩子每天拜一拜 清华北大不用愁 装个护栏保护好传统美德 五 右边孩子食堂不能少 重上倒骨 吃饭再也不担心 披上战袍 拖起袖子拔直跟 旁边养个大褲子 放上桌椅 就是孩子的就餐区 光盘行动你我他 摆上精致的盘子 来个黄金脆皮烤卤猪 孩子吃饭都变香了 这样的房间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立的休息区 生活区 公共学习区 真的非常适合优生 谢谢大家